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看安播足球快訊 奧林比亞會出戰有看頭 在星期五早上,南美自由杯外衛賽次回合繼續有好戲上演 屆時國民體育會將回到主場再戰奧林比亞會 奧林比亞會近方遠勝國民體育會 而且奧林比亞會在首回合交鋒裡 以3比1大勝國民體育會 球員心理優勢明顯,有見及此 今仗當然是看好實力和狀態兼備的奧林比亞會 再到擊敗國民體育會 說回國民體育會 雖然之前曾經連續多將保持不敗並且以勝居多 但國民體育會的良好勢頭並未能延續 雙輪聯賽慘敗給布卡拉萬加後 他們近期已處於各項賽事兩年敗 另一場正在首回合不敵金將對手奧林比亞會的比賽 防守表現下滑明顯 影響國民體育會近期戰績的聚灰獲手 佳恩在近期兩年敗中 崑翔失球數多達3球 防守表現確實難以抵擋強敵衝擊 國民體育會在國內聯賽表現頗為出色 現時位居積分榜前列位置 只比帶頭的米倫拿列奧少3分 但有機會挑戰對手的榜首位置 所以球隊上下或將重心放在聯賽爭奪上 加上他們所回合以1比3的劣勢輸球 球隊想要翻盤可為難度極大 所以國民體育會金將戰意應該不會太高 今次再戰來勢洶洶的奧林比亞會 國民體育會再遭遇打擊也不出奇 說回另一邊 奧林比亞會在雙方首回合交鋒裡 可說是表現搶眼 憑著埃托里斯及A.C.華攻擊手相繼見攻 他們最喜歡3比1大炒國民體育會先拔頭籌 這個領先優勢足以令奧林比亞會一眾球員士氣高昂 另外奧林比亞會近方亦十分出色 他們已經連續多將各項賽事保持不敗 並且以贏球居多 其中在最近六將各項賽事裡 球隊就斬獲4勝2和階職 當中多達5場入球數達到2球或以上 這個火力足以令國民體育會的後防線備受壓力 就算這將需要作客 但對於奧林比亞會來說影響不大 在最近四將各項賽事的作客裡 他們取得3勝1和佳職 期間坤場能夠入2.25球 可以說球隊是有一定的作客戰鬥力 在各種優勢加持之下 今將理應體號奧林比亞會能夠雙殺國民體育會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見到之前 見到你們 見到大家 看見到大家 我回到你 對 為門 不在 今天